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今天在全代會上面補宣誓就職 那麼同時公佈了三位新任副主席的人事 分別是前智庫的副董事長 連勝文 嘉義市長黃敏慧 以及陸委會前主委夏立言 先前傳出有被徵詢的好龍斌 在這一次勸名出現 是因為好龍斌回絕了嗎 朱立倫否認 他表示沒有這樣的情況 不過上午朱立倫出席全代會前 談到兩岸的政策 朱立倫嘴巴講出來的是什麼呢 他講成反對九二共識 當然事後解釋 他本來要講是反對一國兩制 但是因為話已經說出去了 所以這一番話 被行政院長蘇貞昌也酸了一下 說你到底是口誤 還是你根本是心誤呢 郭民黨主席朱立倫 才剛率領黨代表宣誓就職 但在兩岸基調上 怎麼跟黨內唱反調 蘇貞昌逮到機會 隔空大酸要祕密朱立倫主席 微風但這下該如何收拾 所以早上起來要多喝一杯咖啡 講話會更清楚一點 我們都知道我們是堅決的反對 臺獨 反對一國兩制 但隔不是每件事都是喝杯咖啡 就能解決像是公布的三位新任副主席 連政文 黃明慧和夏立言都在列 但原本傳出有被徵詢的前副主席 郝龍斌卻沒在裡面 被任命為鍾明慧主席團 主席不知情也無意願 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想我們都不用去談這些 黨內有很多優秀人才 很多適合的人才 黨的工作本來就是大家一起來 將來也許我們有更多的同事 都能夠一起為黨來服務 在不在 新北市在不在 在 早上口誤後 下午到新北市黨部接受黨員力挺 卻又不見市長侯友宜 朱麗倫雖然說可以體諒 但還是讓王不見王的傳言 再度盛囂成上 華視新聞新聞有李鴻傑 台北報導